位于台中中港路商圈最精华的地段 还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建筑物 我们都逆掌和它叫科博馆 您别误会 这可不是让大家进去里头 比谁说的科博话厉害 它指的是自然科学博物馆 这可不是光让您用眼睛看看 您还得要自己动手做 这种互动式的这样学习 既有趣又新奇 而且连大人都喜欢 您还等什么 赶快一块回去看看 动手做实验 走了 大家一块去科博吧 自然科学博物馆 是台湾小朋友必定造访的地方 不只是小朋友 就连大朋友也喜欢来此一游 嘴上说是增加知识 不如说是来复习啦 科博馆里面有许多的展览馆 像是恐龙馆 带领大家回到侏罗纪时代的恐龙世界 当然 为了让大家体验到不同的自然科学奥秘 还会不定期举办各种多样化的特别展览 不只是这样 这里还有最受大朋友小朋友喜爱的科学馆 这里面有许许多多科学实验 让您在互动的科学玩乐中 也能了解科学的奥秘 您现在看到这一栋非常别致的建筑物 就是中部地区最大的热带雨林园区 像我们都是生活在亚热带地区 所以在这儿体会一下热带雨林的环境 那可真是一个特别的经验 亚马逊河的项鱼 经过我们经验丰富的解说员解说 我才认识了这个奇怪的生物 美术馆不仅是在地的艺术重心 更是国际艺术展览和艺术家驻足的地点 台中市政府极力推动地方文化产业 希望处处都充满文化艺术的活力 不但是让在地人 同时也让外来的你 享受着充满优雅的人文气质 但是如果您真的要感受 台中不一样的艺术文化 您得亲身来一趟 肯定就能发现台中艺术之美 艺术要从小开始培养 为了这个 美术馆还开辟了一个儿童游戏室 让小朋友能够在这里 借由游戏的过程 培养艺术气质 您看 每个小朋友 学艺术的时候都好开心啊 一般我们要是提到仓库 多半都是拿来囤积货物用的 在台中有个20号仓库 原来是提供铁路货运用的仓库 但是现在已经提供给艺术工作者 进行创作跟展览 举凡是演唱啦 小剧场的戏剧表演啦 展览啦 装置艺术 在这里通通能够看得到 走进20号仓库 您可以直接体验艺术家的创作 更可以进入充满创意 跟丰富思维的艺术世界 让处处发扬艺术文化内涵的台中 充满着台中年轻艺术家的活力 台湾烟酒公司闲置的厂区 在规划为文化创意园区之后 俨然成为另一个文化生活的集结处 它更是艺术相关设计产业的大本营呢 这里当然会不定期地举办艺术表演 也有各种的文化讲座 来这里看一看会有不一样的收获 棒球是台湾重要的运动 也是体育文化 洲际棒球场是台中第二座标准的棒球场 也是近年来重要棒球赛事的比赛场地 哦 棒球 为了提供更好的表演环境 增建工程即将于今年正式完工 也将带动台中市文化艺术活动 进入一个新的里程碑 切齐重画区就是台中市最精华的地段之一 既然是最精华 就表示它的地价最高 好 在这么贵的地价上面 我们要盖一个什么样的建筑物呢 赶快想一想 哦 要盖一个超过101的102大楼 错 答错 再想一想 我们要盖一个超过上海新天地的购物商圈 呆 又错 再想一想 要盖一个八星级的轮船饭店 错 错 错 连三错 告诉各位 这里要盖一个充满艺术气息的台中歌剧院 想不到吧 也许有人认为 在都市最昂贵的地段盖剧院 会影响它的经济产值 但我们深信 如此国际化的文化建设 肯定为台中带来无比的艺术气质 以及经济效益 在都市最昂贵的地段盖剧院 在都市最昂贵的地段盖剧院